大家好 我是樱木 欢迎收看绣花新一期的节目 本期绣花我们来到了四川省一位花友的家中 他在他家的楼顶上养了很多的花 我们来看吧 樱木老师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苏故里的一位花友 来自四川眉山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在楼顶上面种的花花草草 首先呢 这个是我今年一月份搭建的 临时搭建的一个花池 我把这些多肉全部移到这里来摘去 状态都还不错 这些都 这些长了两个头出来 这个快开花了 这个被冻死了 后面它又发起来了 这是今年三月份摘的乡村 因为去菜市场买乡村芽的时候很贵 然后自己就种了一棵 这棵是浓血树 状态不是很好 有些枯叶 应该是感染病菌了吧 这个是双瘦莫莉 被晒成这样了 然后这些是我 撒的一些草种 也不知道是什么 名字 这个是勺药 今年春节在的 开了两朵 已经开完了 它结种子 这里有一棵 丁香 小苗 这棵樱桃树 去年摘的 今年结了七八棵樱桃 这是桃树 这是桃树 一月份摘的 这也是 这是李树 这是米兰 二月份把它移到这个破墨箱里面 然后现在终于浮盆了 这是金蛋子 这是三月份摘的那个 铁心灵小苗 结了两个花骨朵 这儿有一棵枇叭 这棵枇叭 有七八年了 当年 当年吃枇叭 丢下的种子 它自己长出来的 但是呢 七八年了 它都从来没有开花结果 这是檀花 摘了三年了吧 也从来没有开花结果 应该是这个位置不好吧 它比较阴一些 还有这两棵茶花挺奇怪的 都是同样的 同样摘了两年 这棵是买的 这棵是剪的 但是呢 你看 养了两年了 这棵呢 每年都开花 这棵呢 它每年就长 就发这几片叶子 它就不长了 挺奇怪的 而且 我都在施肥料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是 金银花 今年春节的时候摘的 已经 开出花不多了 去年摘的 葡萄 今年结了两串 这个是 李之树 李树假期的那个梅花 它 这有一棵蓝梅 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 不长叶 你看它 就是 长了几片叶子之后 就不长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是17年的时候 摘的一棵 月季 你看它是一棵牙签苗 然后长得这么大 它就是一棵里面开出两种颜色 你看这个颜色要深一些 这个颜色要浅一些 薄荷挺茂盛的 然后这是 春节的时候摘的枝子花 终于浮盆了 也结出花过多了 还有这儿有一棵石榴 这棵石榴长了两年了 它是自己长出来的 我想应该是麻雀它自己咸来的吧 还有这是一棵三角梅 有十年了吧 这棵三角梅挺有意思的 你看就是 它每年开的花的颜色不一样 你看像今年它开的是大红色的 往年有些时候它开的是粉色 有些时候开的是那个紫色 挺奇怪的啊 不知道是不是品种的原因 这两棵是春节的时候买 在那个花卉市场买的那个菊花 开完之后我就把它剪了 剪了之后它又冒出来了 你看它又冒出那个花骨朵来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 菊花它不是秋天开花吗 怎么它春天就开花了 这棵也是 这棵是去年秋天的时候买的 开完之后我也是把它给剪了 剪了之后它又现在长了这么高了 它也结出这个花骨朵来了 就是菊花不是秋天开花吗 给大家看一下我摘的草莓 有几颗红的我已经吃了 这里还有一颗红的 还不能吃 这是天竹葵 好多花 这是长寿花 这是买的那个 也是今年二月份摘的这个长寿花 这是一颗白玉兰 这摘了好久了 有三个月了吧 它就是发芽不长叶 这种状态持续了有一个多月了吧 你看就这几个芽点 然后它就不长叶了 是不是快要死了 这是去年摘的那个绣球花 快要开花了 这是去年摘的那个绣球花 这是去年摘的那个绣球花 这个铜钱草 半个月前它缺过一室水 然后干死了一大半 然后现在它又冒出来了 也快要开花了 你看它开花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养的那个小蜜蜂 这个是中华土蜂 蜜很好吃 我的楼顶上面现在全是蜜香味 我在楼顶上面养了七八香 你看这些都是 这是我买的那个牙签苗 月季 摘在黄泥巴里面 同样是摘的 你看这差距 这颗是结了几个 几个花骨头 但是呢 这一颗却解满了这个花 开满了花 那泥土不一样 这个我这里面的都是斧子土 这个花池里面都很多年了 这个是今年 春节的时候才摘的 这个泥巴都是新的泥巴 在外面挖的黄土 还有无花果 这是去年栽的雪柳 很茂盛吧 这是一颗红豆山 这是杜鹃 就这波多吧 就这波多吧 塑料箱啊 它的性价比挺高的啊 这个塑料箱这么大一个 这么大 才在菜市场里面去买的才4块钱一个 但是呢这个塑料盆的话这么大的 却要30多块钱 这种小一点的塑料 这个泡沫箱的话才2块钱 我之前买的就是这种盆 我觉得挺贵的 然后后面就把它改成这种 泡沫箱了 其实泡沫箱它也挺透气的 如果说你担心透气的话 你可以给它 钻点孔 拿筷子给它插几个洞 就挺透气的了 还有就是我 每个星期都在给 给我的花草 吃这种叶肥 我自己熬的那种油枯水 家里面有油枯的话味很大 如果说你 地方比较大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 就是买一个这种桶 然后买20斤的油枯 油枯也不贵才1块多钱1斤吧 我买了20多斤 然后泡了这么大一桶 然后每个星期就给它咬一瓢 咬一瓢起来 然后兑水10到15到20倍 令熄乌龙 每个星期给它试一次 然后这些花长得都挺好的 就是那些花 开了好多 就是用的这个油枯水 然后每年秋天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倒出来之后 把它晒干晒干之后 把它那个油枯拿来 放在那个花盆里面做那个积肥 然后第二年春天的时候 我又会去买这个油枯 然后再来泡 然后就是 就是这样 哦 还有就是 你们一定要加那个 椰木菌 椰木菌啊 就是倒进去之后 它味就没那么大 没那么臭 之前我泡这个油枯 太臭了 真的 但是加了这个椰木菌之后呢 就好多了 它就没那么臭了 还是有一点味道 但是你至少能接受吧 不是那种恶臭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展示到 好的视频看完了 时间的关系呢 櫻木讲几个重点 第一个啊 它在楼顶上养了很多 大家以为不需要光照 其实是需要光照的话 比如说熔雪树 很多人养在室内 不知道它要晒太阳 但你可以看一下 它应该是养在这样的环境 屋顶上都是阳光 才养的好 还有就是米兰花 它同样是需要阳光的 非常需要阳光 还有就是呢 它养了很多的果树 我觉得也值得大家参考借鉴和学习 特别是你阳光足的时候 果子才能接果 那十升秒 你用种子播种的 很多时候要好多年才会接果 所以你的批杂树没接果是正常的 你不用担心 再等几年 它会接果的 再就是它很好的欧肥的习惯 也值得大家借鉴和学习 好那这期秀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如果大家想参与秀花 可以私信一幕获取投稿的方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再次请订阅 请订阅 杜明 请订阅